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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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弟兄姐妹们 平安 很开心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信息喔 那我的信息很简单 今天要分享的是嗨 我的原生家庭 很多人会很感兴趣 但大部分都会觉得对 因为我的原生家庭带给我很多不好的影响 所以我好希望走出这个牢笼 或者是来向人诉说 说他有多么悲惨或怎么样 以至于他现在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但我今天想用另外一些的角度 来帮助大家可以认识 拥抱并且有新的看见在原生家庭这件事上 那不免俗的要先来跟大家分享 那到底什么是原生家庭呢 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成年起 所谓的生活的一个最开始的一个环境 因此也会塑造我们的人格 性格以及行为等等 我们的原生家庭即便可能带给我们生命中 有不好的影响和痛苦 但他也仍然有美好之处 就像我觉得我很大方 这是一个美好的传承因 我爸爸也是一个很大方的人 我觉得我口才很好 那也是因为我爸爸的口才也很好 我觉得我的声音讲话会很温柔 那是因为我妈妈 他是一个很温柔声音很好听的人 那我想先从圣经人物里面 有一个人 他的一个原生家庭的故事 来跟大家分享 相信很多人在圣经里面 都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约瑟 他的故事非常的精彩 欢迎你回去翻开 圣经创世纪的第三十七章 看到五十章 你会看到一整个完整的约瑟的故事 约瑟呢 他的爸爸有四个老婆 而这四个老婆里面 他爸爸最爱的一个老婆 叫做拉杰 也就是约瑟的妈妈 所以可想而知 约瑟的妈妈那么的得宠 而约瑟就是他的爸爸雅各所喜欢的孩子 而且是特别宠爱的哦 也惹来了哥哥们的忌妒和讨厌 而约瑟呢 也碰巧刚好有一点点小白目 把哥哥们做的坏事 跑去告诉爸爸 也因为约瑟的小白目 所以他们真的很不喜欢他 举例来说他有一次梦到 总共有十二个河捆 中间有一个河捆是立起来的 而周围其他十一个河捆都倒在底下 所以哥哥们就觉得说 拜托你已经得宠了 然后我们还要跟你下拜吗 所以约瑟是在一个兄弟排挤的 一个环境底下长大的 17岁那一年 哥哥们在外面 爸爸就跟约瑟说 带点点心去找哥哥吧 刚刚已经提到了 哥哥们非常的讨厌约瑟 所以当约瑟去找到哥哥的时候 哥哥们就觉得他实在太令人讨厌了 我们真的很希望这个约瑟不在就好了 于是当约瑟靠近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把约瑟绑了起来 原本是要杀他 后来来了一群埃及的商队 他们就决定把约瑟卖去埃及当奴隶 而他们把约瑟的衣服撕碎抹上一点血 然后告诉爸爸说 约瑟已经被野兽咬死 所以爸爸以为约瑟已经死了 而接下来呢 约瑟就当起了奴隶 他在埃及被拍卖 而被卖到了一个法老的一个官员的家中 而这时候奇妙的是来了 在圣经里面没有过多的描述约瑟的情绪 可是我们可以想想如果今天是你 你遭受到至亲的背叛 你应该会充满了愤怒 充满了难过 充满了绝望 而这时候你又被卖奴隶 充满了羞辱 因为约瑟原本在他的家中 是属于少爷级别的 因为雅各家非常有钱 他们家很有钱 所以他也是被照顾得很好的 可是奴隶他就要开始去做那些的苦力 照理说他应该反叛 他应该上智 他应该充满了各式各样 他不听话好像也是正常的 也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奇妙的来了 当他被卖去当奴隶的时候 圣经里面描述说 因耶华与他同在 就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仿佛他开心的当起了奴隶 甚至让主人非常的放心 除了老婆不归他管以外 所有一切不管财产仆人 都交给了约瑟来管理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 为何充满了这样一个负面情绪底下 他却可以有这样的事呢 那因为圣经里面也描述说 约瑟长得很帅气 所以当主人去出差的时候呢 这时候主人的老婆呢 有一天就勾引了约瑟 想要me too他 那约瑟他不想要做 那不讨神所喜悦的 也不想要让他的主人伤心 于是他毅然决然的 就拒绝了这件事情 而他拒绝了之后呢 主人的老婆呢 就非常的恼羞成怒 一把抓住了他的衣服 叫他不准走 但他逃走了嘛 于是呢他就拿着这个衣服 当老公回来的时候 他就跟老公说 你看约瑟竟然想要侵犯我 这就是证据 接下来的约瑟不再是努力了 因为他变成了囚犯 他进到了监狱里面 哇这就是既被背叛 接下来现在是被诬陷 照理说这时候的约瑟如果是我 坦白说我可能会一头去撞墙 我觉得这事件没有公平 这些是绝望的 我当奴隶已经不知道 什么时候到尽头了 现在又当了监狱 我觉得我这辈子一定会得完 但 神经里面描写说 因为耶华与约瑟同在 就使约瑟所做的劲动顺利 于是呢监狱长 除了他自己以外 又都把所有的事情交给了约瑟 约瑟开始管理起了里面的一些囚犯 我不晓得他那一份还可以这么的平静 安静从哪里来 而他也在监狱里面 他认识法老的两个官长 那也因为他们分别做了梦 约瑟帮他们解梦 一个真的回到法老的面前来服侍 另外一个就被拖出去斩了 而那时候约瑟有跟这个 官妇原职的这个官长说 如果你出去的时候要记得我 但可惜的是他被忘了 接下来又过了好多年 法老做梦 没有人能解 法老大怒 而这时候那个官妇原职的那个官长 就想到了 哦 以前我做梦的时候 约瑟帮我解梦 而且是准的 那么他也可以帮法老解梦 约瑟终于被记得了 他被带到法老的面前 而他向神来祷告 神给他解梦的能力 于是他帮法老解梦 也解得非常的准确 法老就想 虽然你是以色列人 但我的国中 没有人像你这样聪明有智慧的 于是呢 他就让约瑟成为了埃及的宰相 而约瑟成为宰相的时候 大约30岁 17岁被卖 到达了这30岁 13年 而约瑟后面的故事呢 他也跟他的父亲兄弟相认 他也饶恕 今天重点不是要讲老数 我今天要讲的是 原生家庭可以带给我们 极大的影响和负面 但到底是什么原因 他可以跳脱出这个负面的影响 而选择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获得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呢 约瑟在创世纪的第五十章十九到二十节里面说 不要害怕 我岂能代替神呢 从前你们的意思原是要害我 但神的旨意是好的 要保全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 我们都生活在被原生家庭影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连我自己都是 我现在很多时候还在 也会面临到跟人相处之间的一些的很难突破的 可能我不容易讲 我容易惧怕 这都可能来自我原生的家庭和环境 但如何能在这样的惧怕里头 不是顺着负面而走 不是顺着自己的情绪而走 而是可以靠着神做一个不一样的决定 这是我今天特别想要跟你们分享的 这也是我突然间神指示我告诉我的 刚刚我们提到了原生家庭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念请 有没有一个红字是什么 是重生 这代表一件什么事情呢 特别是认识耶稣的兄弟姐妹们 其实我们有两个原生家庭 第一个原生家庭就是我们的肉身家庭 而第二个原生家庭是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被重生了 而这件事可以带给我们多大的盼望呢 就像约瑟 他应该充满了原生家庭所带给他的伤害苦毒和愤怒 但因为他一直在基督里 他在神的里面 他让神的品格影响他 这个原生家庭 这个第二个原生家庭所带给他的影响 大过于过去的那个肉身的原生家庭所带来的背叛 于是他能做一个不一样的决定 而我也相信不是他能 是神能 而这就是一件非常宝贵和非常美好的一件事 想要给每一个 特别你已经认识神的人 那如果还没有认识神的人 我鼓励你这是一个机会 你能相信你的生命可以重来吗 你可以相信你可以有个更新的生命吗 这是一定可以做到的 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 但是有有人会说了 我已经信主了 可是这些东西还是一直在我的里面 我好像没有让第二个原生家庭的那个美好来影响我 我们也必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不断的面对 这里提供了一些祷告和面对 第一个你必须承认你自己是受伤的 也许你需要真的把你觉得那些负面的事件 带到主的面前来 不需要逃避 也不需要去隐藏 甚至不用觉得羞愧 而是让你来到主的面前真的承认你是需要的 而让说出你需要医治什么 并且邀请耶稣来医治 接下来开始宣告神的话语 让第二个原生家庭就是神 祂帮助你 让用祂的眼光来看待你自己 当你用别人的眼光 用原生家庭 用这些过去这些负面的眼光来看待你自己的时候 你是会被打他的 当你愿意选择用神的眼光来看待 你会发现 其实你的人生不是改变 是一个恢复 这是我很常跟大家分享的 不是改变 是一个恢复 我们都需要在基督里的时候 我们都会常说 我们要改变的更怎样更怎样 改变是你没有 改变到有 可是恢复是你里面有 而你必须要被恢复起来 这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应该是说 神起初创造我们 其实就把那些的美好良善泛在我们的里头 但因为我们来到了这世界上 我们经历了许多的人事物 人的犯罪 我们自我的犯罪 都会导致我们去忘记 或者失落 神起初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美好 当你重新的接受 耶稣成为你生命中的主 你的生命应该有个改变和更新 而恢复了神在你里面 起初那个原有的美好 我相信没有人 生来就是想要伤害别人跟犯罪的 他们里头都有爱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很多的罪犯 都来自于那些原生家庭的错误和虐待 以至于他从一个被害者成为一个加害者 可是如果他们都能认识主耶稣基督 回到神的里面 神能重新的抹去一切的伤痛 那个爱恢复在他们里面 所以我想要表达的就是 我们每一个里面都有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美好和丰盛 包含我刚刚说我很惧怕 其实神赐给我里面的是勇敢 但我必须要脱去过去 旧有的那些负面的思想 而让神的勇敢放在我的里面恢复我 我就能为主而勇敢 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你自己 这是一段历程 也不是说一次祷告就能解决了 这是一个转化的过程 负面的声音一定很常回来教导你 有时候当你觉得我靠着主可以 结果有个声音说 可是你过去 你真的觉得你行吗 但是就算这样一次两次我们都起来对抗 当我们起来靠着神 我相信一次两次那个谎言 就会渐渐离去 而且这也是我们需要去 调转我们的思想的 我们常常对美好的事情是很质疑的 可是我们却对那个应该要质疑的很深信 这就是二者的谎言 当一个人说你不好 你却一直相信 当神说你好 你却一直不相信 你可以仔细想想 其实我们在认识神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真的很常去选择是听人的话 而不是听神的话语 而当我们开始这样的不断的来面对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的不断的来经历主 我相信那个属神的那个美好 会大过于过去的那个负面所带来的 当然我知道有些人的家庭真的很破碎 你所经历的真的不只是身体和心理上的一个虐待 但好不好来到主的面前 主在十字架上 祂已为你承担了一切 你要相信这不是神的心意 神不是要你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 甚至过去的错误还要来影响你的现在 当我们探讨过去原生家庭的种种的时候 记得我们是寻求一个解释 而不是一个借口 很多人也会因为过去的生活环境 就会告诉自己我这样是正常的 我就是因为我过去这样 所以我现在就要这样 预设也很可以理所当然这样啊 我也相信当有一个人生存在痛苦的时候 一定也有人背景跟你是一样的 可是他们却跟你有不同的结局 是美好的 因为家庭经历过去的原生的 这些负面的影响 虽然能影响我们 但是它不能决定我们当下的选择 过去能影响现在 但它不能决定 它不能决定现在 也不能决定未来 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来做选择 你可以选择 让这些负面持续的影响在你的里面 还是选择让神的大能 来恢复更新你的生命 做正确的决定 不容易 但这也是我们认识神的美好之处 这就是为什么你要相信祂 不是人能为你带来改变 而是神能成为你的祝福 不管你过去在经历些什么 我知道祂可能 仍然令你痛苦 甚至这些影响力仍然在发生 因为我们不可能跟我们的原生家庭断绝切割 但是我们有盼望的是 我们有另外一个原生家庭 那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要相信神的影响力大过于人所能带来的 如果你愿意靠着神 神能帮助你 神能使你在痛苦当中 在绝望里面 在愤怒里 突然有一股力量升起来 成为你的帮助 因为在你里面本来就有这些的美好 因为你本来就是神所拣选的 希望今天这样的信息 能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和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祝我们感谢你 你让我们知道 你是那位创造我们 而且是创造我们看为美为好的这样一位神 可能我们在家庭里 原生的过去的经历里面 有一些的负面 或者甚至真的过得不是很好 导致我们容易负面 容易觉得沮丧 甚至容易觉得愤怒 但主如今我们认识了你 我们选择接受你从我们生命中的主 我们就要相信一件事 你要带领我们 因为我们进入到了你所赐的原生家庭里 帮助我们 你实际上已替代了所有的一切 因此让我们把这些 常常攻击我们 让我们觉得负面沮丧的 都带到你面前来 每当有一次负面的声音响起 我们就一次宣告你大能的话语 愿你的恩典充满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与我们同在 带领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 所以我们谢谢你 我们相信 你是充满恩典祝福的神 我们相信你与我们同在 谢谢耶稣 两千年前 没有受洗过的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用一颗祷告的心 求神来帮助我们 透过领受饼杯 更多的来认识祂 主说他在被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 剥开了 祝谢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每逢吃的时候 就纪念我 而这是我所流的血 与你们所立的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也纪念我 当我们要领受饼杯之前 再有一个祷告 我们向主来说 主 我愿意再一次的 将我的生命献给你 邀请你在我的生命里面 做王掌权 使我有一个更新的生命 使我一个重新 有一个盼望和力量 在我的里面 我们一起向神来祷告 有点时间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单单的寻求我们的主 仰望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向你来献上感谢 谢谢你是那位乐意 为我们献上你自己的神 谢谢你 你的爱毫无保留 谢谢你在两千年前 十字架上以为我们承担 所有一切的羞辱 罪恶 痛苦 疾病 绝望 而当我们信靠你的时候 那个富足恩典 要不断的涌流在我们的生命里 因此主 让我们时常的纪念你 也时常的宣告 我们是属你的 让那个属你的生命 不断的在我们里面 与我们同在 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今天线上的聚会就到这里 祝福大家 拜拜 拜拜